還蠻多重要的函數你可能也需要知道 所以其實可以順便練習一下 像以這一題來看好了 性別部分 就是在LEN跟MID這個函數 如果我現在要抓 那個身份字號 特別最好 身份字號第幾碼呢 第2碼是性別 所以如果今天假如說要出現的不是 不是1或2啦 我要的是性別是男或女的話 那這邊可能要分兩階段來做 第1階段可能就是先抓到什麼 抓到第2個字 幫我幫到這邊來 第2階段再判斷說如果是1 那就是男 2的話呢就是女 OK大概會有 可能要分兩階段來完成 那所以呢 第1階段的話我們可以先怎麼參入函數 這邊你可以用文字類裡面的MID MID函數 所以這邊的話第1個我們可以用MID函數 那接下來的話呢 它一樣會有3個問題 所以以後你可能要學會的啦 就是慢慢了解那個前面那幾個問題 它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可是它其實就是打英文 而且這個英文又不是那種一般一線英文 它是 還要加個底線 所以你慢慢傳聞 他第1個是問你說 欸你要 所以這個問題MID 他問你第1個問題是 你要 找的那個字喔 是 完整的那個字在哪裡 所以我要完整的文字在這個身份字號 那第2個問題呢 他問的就是 你要從哪一個字開始 開始 開始怎麼樣呢 第3個問題就是抓幾個字 有沒有這個 NUM 其實是LUM的縮寫 CHAS 其實就是字 幾個字的縮寫 所以意思是說 中文意思是幾個字啦 只是說他這個 在這邊的打這樣的訊息 讓人家其實 有時候會摸不著頭緒啦 不過慢慢你要習慣 你要看前面要知道他的意思 指的是什麼 那我要的是什麼呢 我要從第幾個字呢 第2個字 所以就輸了2 那 NUMBER CHASE 是要幾個 這個要幾個字呢 一個字 所以呢 他會從哪個地方告訴你呢 他會從 有沒有 這邊 抓 這個的第2個字 然後呢 取一個字 所以他的結果會告訴你 等於這個 OK 那特別注意喔 他會幫你把什麼 把E帶過來 可是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有一個 很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 就是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E呢 跟上面這個E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 這個如果你沒辦法看出來 以後很多地方 你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Excel 不論在Excel 或VBA 或以後的 任何的程式裡面 或資料庫裡面 文字 跟數字 是不一樣的東西 即便他是1 文字的1跟數字1是不相等的 雖然你看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但是他實際上兩個會不相等 這個可能會 蠻容易出錯的 所以很多人 奇怪我明明邏輯 沒錯為什麼做出來結果不對啊 那這個地方先提示一下 所以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性別我就抓出來 向下填滿 有沒有他自動會幫你把 這裡面的什麼呢 第二個字 取一個字呢 都通通通幫你怎麼樣把這幾個字有沒有 幫你抓到這邊來了 但是我要的結果不是這個嘛 所以你可以在 這邊裡面呢再加上一個那個 一幅的邏輯判斷 那一幅的話 如果你要 再做第二次的話 通常是這樣 就是把原來你做好的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可以怎麼樣 減下來 那減下來做什麼 你可以再把它貼到邏輯 裡面再做判斷 所以我的習慣這樣 以後如果 那個很複雜的邏輯 通常是做第一次 減下 貼上做第二次 再減下 做第三次 可能可以做很多啦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 做一堆的公式 很冗長 通常都不是一次做完的 一定都是分很多個階段 所以如果你要做比較複雜的事 你要懂得 就是要分階段完成 那我們這地方先把它減下之後 做什麼呢 把它再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因為我要把它變成 如果一 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那 這種部分的話呢 你就必須用一個所謂的邏輯 邏輯裡面if 這個我想常用 這個應該算是常用函數 如果這不會的話 說真的你工作裡面很多東西都沒辦法完成 按確定 那他一樣會有個三個問題 請你 給我那個邏輯 你要判斷的邏輯是什麼 那我的邏輯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的結果是 1 或2 那如果等於什麼呢 如果等於1的話 那我就給他 產生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男 有沒有 這個是True True就是 如果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那他就是男 所以我就這個打一個男生 OK 男 那反之下面那個False有沒有 False就是否的意思 是 或否 OK 那否的話呢 就是女 不過呢 特別注意 這樣做完之後 當然我們按確定 你會想說 那應該會自動幫我判斷出來 不過你會發現 會有個結果 全部都女生 為什麼呢 我剛剛做哪個地方有錯呢 對 你看 看得出來嗎 如果你看不出來 你以後 工作裡面就很多問題 會發生錯 因為 之前有蠻多同學 寫信問我 他說老師為什麼我V番數 找到奇怪 明明都沒錯 為什麼結果不對 我跟他講說 你數字跟文字搞錯了 要不就把他轉成 轉成文字 再來 兩邊就match了 有沒有 OK 那如果你沒轉換的話 記得就是這邊請你加什麼 前後 雙引號 OK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加前後雙引號 它就會是一個數字 那因為md 它是從那個身份字號幫你切過來的 它是一個文字 那文字跟數字我剛剛講過 兩邊是不會match的 OK 除非說呢 如果假設 如果我這邊 硬是只能給數字的話 那我就必須把前面這個 資料 先把它轉成數字之後再來判斷 OK 也可以這樣做啦 不過我想先不要扯遠 不然的話 你可能腦袋轉不過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有沒有 加這個東西 有加跟眉加差 非常 非常的多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向下填滿 基本上就是OK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 性別裡面 所以我是分兩階段來做 第一階段是用mid來做 mid做完之後 再把它剪下 放到if裡面做邏輯判斷 OK 那我剛有提過 如果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 因為工作裡面難免會有種情況 就是 我後面一定是個1啦 我只能給你的1 也許你是從Vito函數 隨便抓到的 是一個數字了 那怎麼辦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把前面的 OK 前面抓過來的東西 一定是 這樣的1 那他就跟他不相等 所以有個方法 有沒有一個函數 可以幫我把這個 轉成什麼 這樣子 就是 文字 轉成 數字 再跟他比較 如果可以轉 其實也可以 不用後面加雙以後 那其實工作裡面有蠻多地方 也會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 後面的資料不能改 只能改前面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去想想看 Excel裡面呢 有沒有 這樣的函數 存在 所以其實 文字要轉數字 那其實你可以從什麼 從裡面找 其實文字裡面就會有一個 是叫做 把文字 轉換成數字的函數 那答案呢 那答案呢 其實就會跟你講說 在這下面 比如這個是 ASC 是 什麼 將全形轉半形 有沒有 那 其他每一個每一個 都有他的作用 那其實 我是建議 如果以後呢 你想要把 Excel的函數 都非常熟練的話 可能你要做一點功夫 就是沒事的話 請你把 這個上面 它做什麼用途 稍微看一下 其實 剛剛講的那個函數呢 它剛好也在這裡面 不過呢 不巧的是 它剛好在最後一個 所以如果你看 最後一個 那最後一個呢 裡面呢 它就跟你講說 Value這個函數 它是做什麼用途呢 將 文字 資料 轉換成 數字資料 OK 有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呢 假如你後面的 不加雙引號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啊 你就是Value 刮鬍起來就好 所以剛剛 第二種解法 如果說你 剛剛這個地方 印是 不要 就是後面這個 不要加雙引號 那你還有 第二種解法 就是呢 可以在這邊加一個Value Value加的方法 你可以講 自己用打的 可能會比較完整一點 那Value 前刮鬍 再到那個Mid 後面這個後刮鬍 把它刮一下 意思就是說 把我剛剛 把那個資料抓過來的東西 就是 有雙引號的E 轉成 沒有雙引號的E 就是文字E 轉成數字E 再跟後面這個E 比對的話 OK 這是第二種解法 第二種解法是後面沒有雙引號的話 OK 按確定 那我們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就OK 你會發現結果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 一個是 後面是那個 後面 是有雙引號 這個是沒有雙引號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 那 這公司這個 比較融長一點 所以如果你有些細節 假如一下 記不起來的話 你一樣可以切到 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文字與這套函數 第一個這個 這裡面其實我已經 之前有上課有講到 所以我有把那個 我 做過的 公式 都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剛剛的那個公式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你可以參考一下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另外我上課有錄下來 所以如果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其實 為什麼要把它錄下來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其實 就是回去再聽過 不然的話有時候進度 可能會比較容易跟不上 那 但比較跟得上的你也許就可以往前推進 可以再把我也許 沒有講到的那個 練習題也許可以試做看看 這樣的話我覺得 我們在 課程的進度上面 可能會 比較 能夠達到大家 想要學習的那些單元都能夠講完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講的那個 密的函數 先試做看看